世界杯新闻有点多 巨精会神 听我说 中国南篮战胜了安格拉 那终于赢下了本节世界杯的首场胜利啊 那乔帅抽了一宿烟啊 终于也想通了 既用王哲林 那终用胡金秋 那大球也不负众望啊 打出了本节世界杯最好的表现 无论是篮下终结 还是那个篮板预判的 那都是无敌的存在啊 那大球也用实力证明了自己啊 那不比周期王哲林唱 那乔帅要早上的 那我们早都赢了 除了胡金秋之外 那萱萱啊 那大球是内线城吧 那萱萱是外线无敌啊 二虎以内以外 那是所向披靡的 李凯尔那也把出场时间给拉满了 全场就休息一分赖钟啊 那为了中国篮球 那也是清其所有了 那赵瑞这场也是清伤不下火线 那脚踝都受伤了 还坚持作战呢 那最后拼到无法走路 是被张震灵给背出球场的 那其实中国南篮 那在最困难的时候呢 全靠赵瑞撑着了 虽然赵瑞啊 有时候也不冷静 但是这些世界杯的赵瑞啊 那绝对是成长了 那至于王哲林呢 全场一分钟没上啊 那可能是内心崩溃了 也可能是六条子不干了 那通过实验证明了 王哲林不上 才是对中国南篮 那最大的帮助 虽然说我们进军安卫一会的情况 不太理想 但是赢球的感觉 那是非常的爽 那下一场啊 我们要打菲律宾了 这场也是生死战 只要说我们拼尽全力了 剩下的 那就交给天翼 也希望乔帅 能坚持重用胡金球 那至于王哲林啊 能不上 那尽量就别上了 日本队战胜了委内瑞拉 那这也是日本在世界杯的第二场胜利 小日子能打的人啊 那是越来越多了 上场爆发的是河村勇辉 这场要冒出个比江倒肾 那比江全场拿了23分 尤其那三分球啊 七头六中 那都赶上库里准了 这日本呢 也确实有任性 那最多时候落后15分 竟完成了大击转 其实日本的肾气天赋啊 不一定由我们好 那看小日子打得这么好 我都酸了 我们啥时候能出这样的后位啊 菲律宾这边 那也输给了南苏丹 最终是以19分惨败的 那我们当时啊 输给南苏丹20分 所以说也不能全怪中国南兰菜 那说明南苏丹的实力啊 那还是挺强的 虽然说中国南兰今天赢了 但是直通奥运会啊 那只有理论的可能了 我们必须要赢菲律宾 至少55分以上 而且日本啊 还得输给佛德角 那这两个条件 同时完成的难度啊 那都堪比 宋江上西天取经了 所以说中国南兰 想直通奥运会啊 那基本没啥希望了 但是想拿下菲律宾 赢一场过会饮 那还是有很大希望的